冬日,在位于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杨梅乡海拔1800米的茶园里, 年余六旬的台湾制茶师邱宽武和友人赵清美正在悉心查看着冬眠的茶树。 来自台湾南投县的邱宽武,其家族世代制茶。 2007年,邱宽武第一次来大陆考察时, 看到云南原生态的环境以及大陆茶叶市场前景后, 就决定扎根下来闯一番天地。 凭借自身优势,他把台湾乌龙茶带到云南进行创新种植, 并发展了400余亩生态有机茶园。 我们做一辈子的茶就是喜欢说我们做的产品大家都喜欢喝嘛。 所以我就过来考察以后,觉得说云南这边嘛, 地大,山高,颜色太好。 我就室座看看,这里不比台湾差嘛, 要香就香,品质要好就好,要有机就有机。 所以我就在这里定下来啦, 一定下来就15年啦,一放就15年过去啦。 在大陆的十多年里,因为拥有丰富制茶经验, 邱宽武常被许多地方邀请去传授技术。 期间,他去过福建、湖北等地, 指导和帮助当地改良茶叶加工及种植。 他也因茶结识了贵州茶商赵庆美, 两人已是多年自交。 贵州是中国茶叶种植面积第一大省, 长期以来,因采摘成本高,利润低, 多地茶农只会采摘一季春茶, 大量下丘茶因无人问津而老死之头。 2021年,赵庆美从云南回到家乡贵州水城时, 看到大量下丘茶被浪费在茶园里, 于是他邀请邱宽武来到水城做茶叶技术指导, 改良茶叶加工品质, 提高茶叶的采收率和附加值。 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好的地理的优势和环境, 我们就想把这个茶叶带动起来, 为我们家乡,为我们地方, 为政府打造一些茶叶的税收征收, 想把它做到最好, 让这些老百姓有救援。 之前我过来考察的时候, 就是他们只做利茶, 春茶清明前采一采就没有了。 然后我想说这里的寒息量, 水质,空气,还有土壤, 都适合做茶的地方, 那我就把它改良一些不一样的春夏秋冬都可以做的, 让百姓也说意。 出身制茶世家的邱宽武, 有着自己独特的制茶工艺, 他常会根据各地茶叶的生长环境、品种, 以及人们喜欢的口味来制茶。 来到贵州水城后, 经过两年前新研发, 他将当地的老品种茶制成了三款茶叶产品, 其中,千里红和苗江美人两款茶叶, 在2021年11月, 分别斩获云南省七茶赛, 豆茶大赛红茶冠军和乌龙茶冠军。 我过来水城的时候已经考察两年了, 每一次过来我就是采茶做茶, 看这里的品种适合哪一种口味, 因为它是品种有色线啊, 它是立场, 一碰到火就黑掉, 一碰到火就黑掉, 所以环环覆覆, 扣服困难, 才把它研究这三款, 我改良了小颗粒的千里红, 一泡放六克, 它就可以泡三四十泡, 口味一道一道的不一样, 而且我做的那么小颗粒泡出来, 就跟原来才的一牙一叶都是一样的, 也不破损。 记者看到, 一杯千里红在经过二十多泡后, 其汤色成虎破色, 轻轻吸一口抿在嘴里, 唇后回甘, 饮后满尺流香。 目前, 秋宽五与赵庆美合作的茶器, 在水城已加工了一千多亩的下秋茶, 未来还将扩大茶叶加工规模, 把水城区八万多亩下秋茶全部采收加工, 让当地茶农一年四季都可采摘茶叶增收致富, 助力乡村振兴。 采了春茶以后, 我们又记住给他们采这个秋茶, 这个秋茶采上来自然很合选, 而是我已经过于资讯上来, 能采到七千左右块钱, 这个收入还是好, 三月份采, 采到四月份嘛, 一年还是得好几万块钱。 在贵州, 秋冠五除了带领一批当地年轻人制茶外, 也在广收徒弟和举办各种培训, 他希望通过一厂厂培训活动, 分享种茶经验和制茶记忆, 为贵州茶产业发展,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